我們看看這個範例解說的試題 來練習一下 好 你看第一題 他說請你依照資料手的定律 的實驗 來就這幾個題 假意比丁物極 第一個請問你 反應後總質量會增加的是誰 我先跟你講一下 總質量如果增加的話 他肯定不會是沒有密閉系統 也就是說他不應該加蓋子 所以 假啦 丁啦 物啊 都不可能 對不對 好 那我們看一下儀的部分 好 你的話他說 我用的是一個潮濕的鋼絲絨 好 請問你 鋼絲絨這個會不會變重 會 為什麼 因為鋼絲絨你是用鐵 而且是潮濕的 那加上它是開放性的 那個氧氣會一直跑進來 裡面對不對 會變東西 會不會有點鐵生鏽嘛 所以肯定有 OK 好 那 丁的話咧 開放性的 可是問題是它裡面的實驗是什麼 鹽酸跟貝殼 鹽酸跟貝殼 剛才講的實驗不像大理石跟鹽酸嗎 它產生這種東西 它產生的是二氧化碳吧 二氧會不會跑掉 所以它不但不是增加 可能會變氣 對不對 然後第二話你不用找 一定是比較熟的 好 那物呢 它是濾化鈣加碳酸鈣 好 濾化鈣加碳酸鈣 剛才也不是講到的嗎 它產生什麼 產生的是濾化鈣加碳酸鈣 都是固體嘛 所以它不會怎樣 變成氣體跑掉 所以它這個也是應該是一樣的 啊這個 極咧 極什麼東西不知道 極也是一樣 它也是一樣等於 它也是濾化鈣加碳酸鈣 那你看一下物根極 一個有加鈣質 一個有加鈣質 可是因為它們並沒有產生氣體 所以兩個狀況其實最後是會一樣的 好 所以一個體溫 增加是誰 1 千少就誰 千少就是這個1 好 不變的是誰 不變的 就是這個夾 還有呢 丁 還有這個物 雞 好 然後重點來就是第四 它說請問你 哪一些會遵守職業守的地域 你覺得選誰 6 夾 還有呢 丁 丁 還有物 你這寫一遍嗎 不對 答案是全部都會遵守 全部都會 那你說好 其實它會增加 會減少 原因是因為它們是屬於什麼 開放性鏡頭 如果你把它那個什麼機啊 有參加氧氣的部分 把它加進去裡面算的話 其實反應前等於反應後 這邊也是一樣 你把它的口氣這個地方 你把它跑掉的那個二氧後來把它拿進來 反應前等於反應後的 也會 所以其實事實上全部都會 好 這是第一題的部分 就職業計算